請教一下國師 炭老師 對 做人真的很難 很難 新的一年大家都要拚做人 真的 要會做人 會說話 對 說話多麼重要 同樣的一句話你就看看 今天來的 我怎麼覺得不太會說話 很老實 感覺藝人 就是會要見人說人話 對 很會社交 還有這個 我們可不可以擺脫小人 好 麻煩老師了 2021年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很簡單 年末要大掃除了 你的朋友是怎麼掃的呢 是某一個朋友 好 來 1 指揮別人做或求助人花錢了事 B 樣樣都捨不得最後一樣都沒丟 3 自己動手整理歸納整齊 4 徹底斷捨離變身極簡 好 各位 你的朋友怎麼做呢 我覺得我的朋友會怎麼做 請選擇 年末要開始大掃除了 朋友會採取什麼樣的行動呢 請一直約作答 選好鏡頭老師來公佈答案囉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測的是什麼 大家嚇好離手了 我們這一題測的是 在朋友眼中 你世人不清的指數有多高 也就是數字越高眼睛越瞎 我跟真莉姐一樣應該OK吧 那我們來看沒有人選的真莉姐 好耶 應該沒有很瞎吧 沒有人選的這個瞎眼指數 世人不清指數是60分 中間值 眼力不佳缺會跟幸好還有貴人 也就是說你雖然不太會看人 但你至少願意相信你聰明的朋友 然後你聰明的朋友 也真的會出現來跟你說 我好像昨天看到他跟誰 在外面怎麼樣 你要不要鑑定看看 你有這種朋友 你也願意相信朋友 你就比較有機會不要那麼瞎 你是有貴人的 好的 接下來 我特別想知道宇文跟欣賓 我跟妳很少選同一個 特別想知道 那應該是 應該是 我跟妳感覺不同型的 對 如果是我們是百分百 世人不清 我心情會不好 應該是也比較 欣賓姐已經 欣賓姐已經世人不清就算了 還跟妳同一組 對… 宇文不是百分百 是百分之120 天啊 天啊 欣賓姐 好準喔 超準 超準 超準的 超準的 我告訴妳 這種以後有這種星座 然後直覺 然後有何宇文的 我要跟她換位子 因為我剛剛這樣舉 我沒有看到她 她一定是 她看我舉手 對… 她跟的… 就是她 我就是被她拖累的 這個主題就是說 何宇文 是小人 太大了 來…看一下這個120 我兩個時候才可以擺脫何宇文 天啊 不要看她們兩個精明能幹的樣子 但其實是天真可愛 清醒表面功夫 欠缺世人的天分 你沒有天分 請你後天好好的培養 也就是說 懷疑人之心不可無 有的人就是看起來真的人很好 然後跟你隨便拋下一句說 沒問題 什麼事都可以來找我 然後妳就相信了 其實根本沒有這回事 我真的是 有點這樣 我昨天才發生的故事 什麼故事 就是很天真 因為美鳳姐跟寶媽 就說妳真的好天真 因為我看到一個畫面 我在一個就是我的餐廳 我坐在門口 靠近窗戶的地方 就看到一隻 常常在那邊的一隻老狗 女生老狗這樣子 在那邊走 突然有一個年輕立莊的狗 要騎牠你知道嗎 那個年輕的公狗就要騎牠 因為一隻老狗在那邊 走著走著 然後有一個年輕人 然後就從後面要抱牠 要騎牠 跟牠走好久 因為那個老狗還是一直走一直走 可是那個年輕人 就一直在抱著牠 一直要騎牠 不離不棄這樣 對 不離不棄 真感情 然後我就想落淚 我就在那邊擦眼淚 沒問題說妳是怎樣 我就跟牠講這個畫面 就說 我好天真 好浪漫 神經病 這樣 對 是不是 我們 我是很容易被感動 然後跟人家覺得 人家如果很可憐的時候 我是很願意付出 我的確是一個這樣的 但我的故事是 這個是演藝圈裡面 這是朋友圈 所以真的是有碰過小人的事 這個我真的覺得很悶 丟失拍戲 丟失拍戲的機會 是為什麼你知道 是因為以前我們公司 有幾個同類型的藝人 我們常常會一起去試鏡 那時候試一個喜劇 我記得我是在這個女藝人的 後面去試的 然後反正她試完出來 就跟我嗨 什麼什麼 但我去 我走進去的時候 就覺得氣氛不太多 妳家熟不熟 那個女藝人 是熟的 但是我至今也覺得說 大家只是要爭取而已 可能或許也不是針對要弄我 但是我後來沒有得到這個戲 那個製片跟我講的原因說 就是因為那個女藝人 講了一句話 就是這個戲是一個喜劇 但是她跟那個製片講說 你們也找宇文來試 但是宇文私下很另類 但是因為我螢幕的形象 妳看起來很活潑 對 但她就說我私下很愛看 那種殺人狂魔紀錄片 真的喔 我超愛看 那也沒說錯 也沒說錯 對啊 她都說實話 但是因為那個人覺得 那個製片覺得 這是一部喜劇片 她要很快節奏 所以 其實我覺得妳私底下的生活 跟妳能不能演好 是這樣 對 但是因為 但她這樣一句話就害到妳 對 她就說我私底下跟螢幕上 都一樣開朗 可是何宇文跟我們不一樣 不一樣 她是螢幕上看起來傻大姐 螢幕上看起來很開朗 但她私底下都 她私底下都會傻 都想一些有的沒有的 很沉重 她很喜歡看黑暗的片子 我的想法就是覺得 我螢幕上的表現 跟我私底下喜歡什麼類型 是不一樣嗎 可是那個導演跟製片 他們就是想要問 妳平常喜歡幹什麼 她希望妳平常就是一個 她覺得這樣比較能 對 那我就失去了這個演出機會 後來就給這個演出 好了 我知道了 我為什麼跟妳同像 有害到妳嗎 奇怪 就很奇怪 對不對 超準的 這樣沒有很奇怪 很奇怪 這有什麼好氣的 好 這個我講 應該就沒有意義了 好 你知道 那時候我就是 應該是這樣 我邀請了一個 那時候我有點心疑的男生 加入我們的朋友圈 真的 然後 因為我喜歡她 然後我有對她釋放好感 我們想說 大家一起出去 後來她也 欣然接受我們這個圈子 然後我們其實就 講明白就是有在一起 但是她一直說 她好不容易加入這個朋友圈 然後希望朋友圈越來越大 然後她覺得 她就一直跟我說 不要跟其他朋友講 我們的事情 有鬼 我就 我就沒有講 到有一天 我告訴妳 我們就一群人坐在那邊 我還記得 可能就是去玩夜店 然後去唱歌 唱完歌去青州小菜 突然 我們那一群大概八個人 她跟另外一女兒 吃飯吃一半就不見了 她們去 可能去門口抽菸 沒有 她就是 去不見之後 就真的不見了 她們兩個就是 後來搞在一起 但是 你知道我後來去問 我才發覺 她其實處心積慮靠近我 是因為她喜歡這個女的 她加入 因為這個男生長的 就是我喜歡的樣子 所以我比較主動喜歡她 沒有錯 但是如果你當初不喜歡我 你就不要接近我 然後來認識我的朋友 因為這樣子 我等於損失了兩個人 因為後來我直接 我本來是主辦人 我退出這個朋友圈 我這個女的也不要 這個男的也不要 然後我就直接翻臉 我並沒有恨那個女的 我其實比較恨的是那個男的 但是我覺得這個女的 我也無法再跟她 當很好的朋友了 那我們本來 其實說真的 我們那也不是什麼 正經的群組 就是吃喝玩樂的群組 所以我也覺得 那我就退就好了 你們再去找別人就好了 這男的就是小人 當然我覺得 第一個拍戲的機會 是我們為了成功 要去爭取 對 可能不是故意的 但是你有沒有覺得 第二個就 要是你 你OK嗎 尋求認同 尋求新美姐來認同 尋求認同 你覺得她喜歡你嗎 結果她喜歡的是美鳳姐 你OK嗎 我OK 你OK 我OK 可是你們在一起了 對啊 我跟 對 我就很難得在一起 然後後來她喜歡美鳳姐 她跟美鳳姐在一起 OK 我可能會 就是跟美鳳姐 果然是生意人 你看你就是笨 好 好的 是 真的 差點